接下来社会新闻要带您首先来关心的 就是捷安警分局泰昌派出所 日前晚间执行巡逻勤务 在捷安乡捷安路一段盘查一部红线 围停的自小客车 当场在陈信南驾驶车内 查获了三级毒品 彩虹烟七支 总重8.54公克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法办 警方表示晚间11点多巡逻时 看见一部白色自小客车围停在超商前 立即前往盘查 眼尖的远景在右前乘客座上 发现可疑的香烟 查气毒品经验丰富的陈所长 闻出香烟的味道有益 果然检测之后 为三级毒品彩虹烟 捷安分局泰昌派出所 4月9日晚间执行巡逻勤务 在捷安乡捷安路一段 南查一部围停自小客车 当场在陈姓南驾驶车内 查获三级毒品彩虹烟 七支 总重8.54公克 9万1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正办 远景在车内共是查获到七支的毒香烟 其中两支已经使用过 当场将20岁的陈姓男子 带回派出所内询问 残难表示香烟并不是自己的 可能是朋友吊在车上 但是对于朋友的年级 资料却模糊带过交代不清 由于男子持毒 试证明确 警方依现刑犯逮捕送办 并持续追查毒品的来源以及流向 依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 贩卖二三级毒品 最重可处 无情徒刑 警方也表示 接触毒品 害人不挤 千万不得碰毒品 记者凌杰 金安香 采访报道